银行外排滿交集等待提款的民眾 生怕再晚一點就離不到錢 古巴央行8月3號起 禁止國銀及私營企業 使用自動提款機提領現金 同時限制現金交易額度 為5000古巴批索 將在6個月內逐步實施 不過低額度的領現 讓當地民眾感到相當困擾 古巴是美洲唯一的共產國家 政府當局認為限制現金 能進一步推動電子支付 並控制古巴批索的貶值 然而學者卻持不同看法 根據古巴官方數據 今年到目前為止的通膨率 為45% 略高於去年的39% 但許多經濟學家表示 官方數字低估了實際通膨率 因為沒有充分考量到 不斷通膨的非正規市場 新唐人亞太電視 林清玉綜合報導